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着我长篇所有美食 晚篇所有国家 嘿嘿 民国109年2月9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FM98.1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最近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当然随着疫情的升温 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民众 注意自己的卫生健康管理 人多的地方尽量减少群聚 然后一定要勤洗手 就是小心 然后当然你还是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然后在饮食上你可能还是要注意了 增强一些免疫力 但是也不必过度的恐慌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防疫的管理 其实是做得蛮好的 你看世界各国各个城市 陆陆续续的爆发 这些所谓的确诊的案例 但是相对比较起来 台湾的比例是控制的算不错的 但是还是要小心了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 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一位老师 建筑的老师 他是日本横冰国立大学的博士 现在是台湾科技大学建筑所的教授 同时也是文化部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省议委员 那很多的这个title 好多都是跟建筑文化古迹有关 景观有关 王慧君老师 他出了一本新书 叫台北历史空间建筑 是从这个文献照片 还有这个搜集到的这个建筑图 地图 还有当然最重要的实际的田野调查 实地的访查 然后把这个透过空间 历史文化建筑的这几个线索 去慢慢的去把台北的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 建构起来 书里面呢 分四大的这个区块 新庄 蒙甲 西门町 还有大龙洞 当然包括了原山建坛这一带 在里面去谈这几个地方的前世今生啊 其中新庄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讲到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观念 讲台湾的发展 一服二路三蒙甲 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服二路三新庄 为什么要讲到新庄 这是从什么角度来看 这是从稻米的角度来看 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台北市 因为台北就是个盆地 那更久更久以前呢 这个台北的这个米啊 稻米的发展重镇在哪里 就是新庄 所以新庄早年呢 现在开始又开始活络了 因为很多的新的这个 这个建设公司 建筑公司 营造公司在那里去发展 新的聚落 新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盖新房子 但很久以前那里就是台北很富裕的地方 所以这个可能颠覆了很多人 对台北城市发展的印象 到底台北是怎么样慢慢慢慢的这个发展的 所以我们今天把作者王慧君老师 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来聊台北的历史空间和建筑 老师好 主持人好 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啊 我叫王慧君 我是因为对这个历史建筑啊 这种建筑里面的这个文化的部分 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到日本的时候呢 我就是专门读这方面的专业 那我在日本也看了很多的 日本叫文化财 我们叫我们叫古迹的建筑 对 然后回国以后呢 就常常都是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本来我们做的是比较以这个修复为主 那所以写的报告书都是比较 专业是一般人看起来 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 那可是这里头呢 又知道了很多小故事 就是故事有意思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把这几年做的一些东西 特别是以后故事的部分 把它整理出来 让一般人也可以看到 老师你刚刚讲到 因为你在日本是专攻这一块 念的也是博士 然后讲到建筑跟古迹 我私底下的问题跟书不一定有关 我一直在觉得世界各个国家 城市都有代表性的建筑 对对对 台湾的代表性建筑如果是您的话 除了我们讲这种老宅的三河院 和四河院 真正代表台湾的建筑像金门有那种錯 对不对 台湾到底是什么 是典型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您问这个问题真的太好了 因为我每次上台湾建筑史的时候 我都要问学生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让大家提 然后我就发现很有趣的事情 每个人提的都不一样 因为比方说有人可能会提原住民建筑 那有人可能会提龙山寺 那个是寺庙 对,但是他觉得台湾寺庙最多嘛 所以他觉得寺庙是台湾的代表建筑 那或者有人会提像总统府 OK,好 因为他觉得他就是 你一讲到,那有些人可能会提老街 老街就不是建筑嘛 对,有一些街屋嘛 那毕竟现在大家都去嘛 所以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那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怎么提不出一栋代表性建筑 就是一看就说,这是台湾 这是台湾 对,那我觉得这头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混合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不同时期 就会有不同的政权 那不同的政权它就带来不同的建筑 比方说你看荷兰人是不是带来热兰遮城 那今天现在不在 但是比较留下来就是红毛城嘛 丹水红毛城嘛 那它就是不一样的建筑 然后你再看后来这个 当然原来就有原住民的建筑 我们现在也觉得原住民可能才是最早在台湾的 那现在大家像什么石板屋啊 或者是一些那个原住民一些会所啊什么 现在他们也通通都在开始在重建了嘛 那这个当然也是很有特色 那当然它也代表台湾 那可是后来你那个移民占最多 因为我们今天毕竟还是那个清代的移民 好就是这个福建啊 福建 广东 对对 来的移民人占最多嘛 那所以当那个时候的民宅 也是民宅庙宇 可是讲庙宇 我们有画面 对 讲民宅 那个figure 就是像我们常常看到三合院啊 比方说现在虽然现在它是迁移过 比方说像连安太古厕啊 它就是一个那个三合院 对 所以其实它也是蛮多 只是因为三合院 大部分因为是人家私有的 所以你不一定能参观 所以大家感觉好像不多 但是其实它是蛮多的 像那个龙门国中里头啊 也有一个 有一个 对 也有一个以前留下三合院 不是 应该是林家 我如果没记错 或者皇家 对 那一带 那他也是因为他在学校用地里头嘛 那但是又觉得他很有价值 所以就希望他在学校里头来保存 保存下来了 对保存下来了 但是因为一般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去 所以大家可能不晓得 那他就变成学校的一个乡土教室 所以其实还蛮多的 像我们学校旁边也是有 也是有像什么义方居啊 这些 对 现在都被划定为古迹了 可是因为他们是人还在用 所以一般人他当然不太希望你常常去打扰 当然不要打扰人家 对对 像深坑那边也都还有 还有 对 那你自己觉得代表性的 最具代表性 你会 你会 你会讲什么 因为你如果去国外代表台湾去国外 去发表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强调那个台湾的 这种不同时代 多元的 多元的 对 我觉得多元文化是台湾的一个特征 因为我们毕竟就是 等于是一个在海 就是 就是因为其他很多地方都很容易来 因为我们市面都是海 那所以说不同文化很容易来到台湾 对 而且它不同的时期 就是带来完全不同的文化 好像还没有一个语会 来讲台湾建筑 对 你只能讲什么错 什么 就没有东西去 去define它 应该是我们的语会太多了 太多啊 对 所以你太多 因为比方说我们以新庄老街来讲 你看新庄老街它有庙嘛 对不对 然后它当然有很多语会 因为那个庙它可能有燕尾的屋顶啊 然后它可能有不同形式的一些石雕啊 木雕啊 它都非常丰富 那可是你看它的那个老街 当然现在它因为那个招牌都盖住了 但是它其实还留了一些 还留了 对 但是它因为被在那个招牌的后面 所以我们看不到 可是它还是被保留下来了 应该说它没有被 没有被破坏 没有被破坏 没有去改它 对 但是目前倒是没有特别说 要它目前它还没有像其他老街一样好做一个 可是像这种东西 它还是受到这个中原 就是中国中原文化的影响 那建筑您像讲的飞檐啊 对对对 寺庙里面的简年啊 梁柱啊 它那个 它可以代表台湾嘛 对 那如果要这么严格来看的话 那真的就只有原住民建筑 这真的是啊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受到其他地方影响 没有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 这个台湾风格 没有 对 因为你原住民的建筑 其实它也受到后来的影响啊 像平府族 它后来汉人来了以后 它也受到汉人的影响啊 老师那这样 你在课堂上问完学生以后 你跟学生最后的结论 就是说多元性 是吧 台湾建筑的特色就是多元文化 哦 好 我们刚刚就 我们就从新装开始了起吧 像我刚刚讲说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新装是 现在当然所谓的这个新版特区 但是新装在早年是台湾非常台北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对对 因为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其实像我们那个歌手很有名的蔡依林 她其实就是住在新装老街上 原来 但是因为那边毕竟老街实在太热闹了 所以有的时候人家为了要堵他就弄了 因为他那个没有地方可以跑 真的吗 我还以为他住在新装区的豪宅 所以他后来就搬到新装区 因为他宅太不方便了 所以他也是念福大嘛 哦 这跟那有关啊 没有 因为近啊 他考上福大 他如果考上陶大 他会不念去念福大 因为大家还是会选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上台大的话 你会选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学校 所以现在那边因为又有捷运 所以真的很方便 而且他因为就是说坦白话 主地价值也很高了 现在 对对 那所以现在大家当然可以想象 可是以前呢 因为很多这个有钱的商人都住在那个地方 我们已经讲到这个 对 我们传统的印象以为说是 先不讲那一辅二路三蒙角 就讲台北 有些人觉得是说 是先从大道城 再来万华 然后万华 因为淡水河进来嘛 对对对 然后从那里出口 所以说 比较富裕是那两个地方 结果没想到是新装 它是一个时间 时间的顺序 其实最早大家先到巴黎 先到巴黎啊 对 就入淡水河进来 然后大家就沿路移民嘛 就是有人住这里有人住那 所以当然一开始你像什么蒙甲那边也是都有人住的 可是为什么新装有它的优势 因为它的腹地最广 因为它那个周边那边很广大的那个平原都可以生产到米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官船 刚刚开始是那个清政府有那个官船 好 官方的船 然后把这个 但进来还是要从淡水河进来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水比较深嘛 所以它可以直接到新装 真的啊 新装的港在哪里啊 港在那个现在五庙对面的后面那边 所以有一个潮江寺旁边 大吗 当然是不大 因为以前当然港口 以前深 对不对 以前港口不用很大 不用很大 对 它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腹地 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上下货 然后当然以前的那个河道的那个状况跟今天不一样 所以以前是船可以直接进来 所以就在这里到我们又直接上下货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最早发展 所以它才会先跑到里面发展 那后来当然就是淤浅了嘛 那淤浅没办法 当然蒙甲它也是也有事也是有人住嘛 那你淤浅以后你这个发展是不是就往前移 叫蒙甲 所以它的顺序上是新装 新装 所以那你看可是新装为什么先它还叫新装呢 为什么叫新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老师跟我们讲 新装当年为什么叫新 那它明明就先发展的 为什么叫新 待会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着王慧君老师 了解台北的前世今生 因为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叫台北历史空间与建筑 台北历史空间建筑 是左岸文化出版的 我们上个阶段就聊到了 很多人不知道台北的这个 大台北来应该这样讲 因为当然现在分了嘛 叫台北市新北市以前叫台北县 那新装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的这个腹地很辽阔 然后呢 卧野千里 可以种植非常多的稻米 所以台北早期的发展 而且当年淡水河的这个船只啊 官船清朝的官船可以直驱到新装 在那个地方生产出来的稻米就直接在那里呢 包装出口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 那里聚集了非常的这个多的有钱人 附属之地了 那我就说老师就讲说 那为什么叫新呢 为什么叫新啊 新装的新 对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第一个来那个移民 他们先聚集在巴黎 所以那个时候本来官方的一些管理机构 都是在巴黎 那后来 是哦 对 最早最早 公部门集中在那里 对 但是后来这个新装 因为兴起之后呢 就移到新装来 所以它相较于巴黎 它是不是就新 那所以那个地方应该 新装如果这样讲的话 在很久以前 应该有一些衙门之类的了 不不不不 公部门的机关啊 对对对对 没错是这样子 现在还看得到吗 现在当然看不到 都没了 因为它后来就移到蒙甲去了 哦 因为新装它主要就是从这个乾隆到这个嘉庆 然后后来其实就移到蒙甲了 因为它开始 以前它开始比较那个河港没有办法运行之后呢 就移到这个蒙甲 老师从巴黎到新装 中间要经过一个地方观音山啊 要不要 哎观音山在更前面啊 在巴黎前面啊 在后面啊 巴黎到新装队一经过一个观音山 对对对对 没错对 那观音山中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啊 其实接下来那个地方还是 其实像大稻城是在它前面嘛 但是大稻城的发展是在那个之后 就是因为他们有泄斗的关系嘛 那输的人没办法就跑到大稻城 所以大稻城是比较晚的 因为其实当时当然沿淡水河岸是最方便的地方 但是你说为什么有些地方没有发展 那是因为它太低了 它会淹水 哦 对 但我们在书里头有讲到像西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 因为西门其实它 比较低洼 对它以前根本就是个洼地 是哦 对所以是日本人来了之后 再把它填地 填完以后才去干总督府的啊 哦不是是西门 总督府是在城内 哦算城内 我们有所谓的三四街 就是说在清末的时候 三个台北最热闹的地方 一个就是蒙甲 然后一个是大稻城 一个就是在清末的时候建的一个台北城 台北城 所以它是有城锅的 然后有城墙的 然后在里面过日子的 对对对 但是因为它的发展时间太晚了 因为清末的时候才建嘛 所以里面那个时候做好的 其实只有靠西门那条街 那这样算起来 那个时候台北城很小哎 不大 其实就对 你如果用这个 我脑子里面浮现是东西南北门 对对东西南北门 它的范围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城墙后来就变成路了 所以北边呢就是宗孝东路 宗孝东路 然后那个西边就是那个中华路 好然后东边是中山 中山 然后这边南边是爱国西嘛 然后很小哎 如果这样算你关在里面很小哎 对是不大 对不对 对可是尽管如此他也没有盖完 没盖完 里面了 城墙是都做好了 里面的建设 也没有非常完整 就是一般的名家 就是一般的那个商人 也都集中在那个衡阳路那边而已 也还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 对所以它里头很多是空的 所以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 他就有机会在里头盖像总督府啊 或者盖很多这个官方的设施 中山堂啊总督府啊 对对对 那都日本人盖 对对 所以你看很多日之时期的那些建设 城里头就特别多 但是蒙甲跟大稻臣呢就已经很满了 老师我们讲过来 新庄我们现在走访新庄 你觉得你觉得有什么故事 带我们去走走看看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到米吗 他是这个米 那所以今天留下什么东西呢 留下了米四街 那米四街今天看是一个小小的巷子 可是以前呢就在这个地方挑米 挑米的人 所以还是有百年老店还在 他象征性的一个叫曹江市 他是一个那个寺庙 他这个寺庙很有趣哦 他楼下是福德池 就是土地公庙 那楼上是观音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他当初这个地方 他其实本来是一个瞭望台 因为新庄的人太有钱了 所以很多人就想要来打劫 就是从那个淡水河上来打劫 海盗之类的 就是其他的地方 就土匪了 对说坦白话 大家没有钱吃饭的时候 就想说你们那么有钱人 所以你也给我吧 对不对 那所以他们就设了一个瞭望台 然后在那边监督了 那后来呢 就他们就发现 有那个河那边飘来一些 像石头很像那个观音的形状 所以他就把它放到这个 这个瞭望台上面 那所以后来慢慢大家 有钱就捐钱 然后再慢慢盖成这个 破戒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地方 他旁边就是港口 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那个时候 老师你说这个地方叫什么 再讲一次 他叫做米寺街 然后那条巷子叫米寺巷 米寺巷 对对对 那你说那个那个庙叫做 叫潮江寺 潮江 潮对 他是那个长潮的潮 潮水的潮 对 然后江水的江 那大家说 为什么要叫潮江寺 对啊 对 所以是不是说这个 他这里会长潮长到这里 或者是怎么样 这有很多说法 目前也不太确定了 就是说 因为他毕竟 或者说他的潮 本来不是这个潮水的潮 而是潮向的潮 因为他的这个江边 潮向江边 对 那因为他本来是朝对面 所以 后来他们又觉得说 要保护我们这以新庄人为主 所以目前后来就把那个庙的那个正门 现在潮向了 往里 对 往里这个新庄老街 他现在里面供奉的那个观音还是那个石头吗 不是 他后来当然都又磕了那个这个佛像 不过很多很多两岸很多地方都有潮江两个字 比如潮江雁 潮江春 潮春江等等 对 这个名词是很 对 不晓得是因为吉利还是什么 对 可是其实这个当地人也 不可考了 说不出来 不可考了 对 好 这是一个地方 还有什么你觉得在新庄里面有些 所以现在新庄它都叫妙街嘛 因为他这个街上就是很多庙 很多庙 对 大家说为什么我一条街就有那么多庙 对对对 为什么 好 求平安 求发财 应该是这样说 因为那个经济条件好 因为盖一个庙 他其实需要很多钱 做工艺 呃 比方说我刚开始我可能盖一个妈祖庙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关公也要拜一下 有必要 对 所以我要盖一个 然后还有不同的族群 好像广福宫是这个客家人盖的 哦 那客家人他觉得我要一个我自己的庙 那他是寄奉谁了 他们的三三国王 哦 三三 对 但是问题是这个客家人 因为人久了就会竞争嘛 嗯 因为我的港口就那么大 我们是不是大家对吧 对 抢地盘 抢地盘 嗯 那后来当然其他人就被赶走了 像什么客家人他本来少嘛 嗯 就被赶走了 嗯 那所以这个 怎么办 这广福宫后来就 等于是没有继续把他做完 又没做完啊 因为他就被赶走了 哦 所以你今天看他里面的那个装饰 他是没有上彩的 哦 因为他来不及 对 没时间弄 对 那所以他很长期一段时间就 呃 因为他毕竟是客家人的庙 嗯 所以后来的这个泉州人就没有特别去 去照顾他了 对对对 所以他相较于其他的庙就显得很朴素 哦 那以前有人说客家人比较朴素 其实也不是 嗯 就是因为他们后来被赶走了 来不及了 对 所以他为什么那么多庙 就是因为大家 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大家都要来 嗯 好 所以就变成很多庙 他其实各种商店也是非常多 嗯 就是一个呃 非常热闹的地方 新庄现在留下来最具代表性的商店 你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去去看看房子顺便逛逛的话 对 如果说啊 因为他今天很多都被招牌挡住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看不到什么 好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呃 如果你喜欢吃点什么都找一点特别的东西吃的话 嗯 像我带同学去的时候呢 嗯 你会带学生走走 对带学生去 他那边有光饼 哦 光饼 对 嗯 而且他的味道还不一样 怎么说光饼不就是素素的 然后对 里面某一层糖 鱼糖之类的 也不一定 他有咸光饼 真的啊 对对对 嗯 那他味道口感不太一样 嗯 那我们当初也没觉得 嗯 那因为学生年轻人嘛 买了就吃了 嗯 才发觉其实他不一样 哦 呃 那有的是比较软一点 比较适合台湾人口味 嗯 那有一些就比较有嚼劲 哦 嗯 所以后来大家吃完 就好几家店都有 有三 至少有三家店 哦 好 大家可以去试试 那去哪里 去哪里找比较快 哦 他就在老街上 老街上 自己逛 好 对 因为他是分分布在三个点 嗯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现在我觉得这是蛮有特色 嗯 那还有像庙口那边都有市场里头 嗯 都有很多小吃 其实 你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小吃 新装最具代表性小吃 应该全台湾小吃都差不多 小吃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光饼是他比较特别的 嗯 因为他们拜拜的时候啊 嗯 也都是要用这个光饼 然后还可以发给大家 大家吃也叫平安饼 哦 光饼是以前为了奇迹光嘛 对 对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有陆生嘛 嗯 哦 陆生吃了以后 他觉得有家乡的味道 很有感觉 对 哦 这点是我觉得最特别 他们觉得有家乡的味道 那你不跟他讲这故事 他也不懂啊 因为他们知道啊 陆生知道啊 他知道光饼啊 陆生知道啊 哦 不是我怕你有些年轻人 你现在问年轻人不知道啊 哦 真的吗 你不信 你问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啊 就好吃好吃 入口即化 其他都不知道了 这个部分 台湾的学生比较不知道 陆生比较知道 陆生比较知道 对对对 他们就觉得说 哎 怎么台湾有这么道地的味道 那新装你觉得还有什么好玩 好看 哦 对 他有很多小巷子 小巷子 就是大家走老 结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米式巷 嗯 他就是一个 一条巷子 你要穿进去 才会到那个潮江市 嗯 那他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不同的巷 像什么戏曲巷啊 哎呦 哦 那到现在你看不到什么 都没有都没有留下来的 他没有留下 因为他戏曲巷 是因为他这里头有很多那个老师 是在教戏曲以前 嗯 所以他叫戏曲巷 嗯 那但是呢 他留下那个 那个街道是很特别的 哦 他是很有机的 就是说他不是笔直的 哦 不像我们一般巷子 就直直的一个巷 哎 嗯 嗯 因为他就是大家很自 呃 就是 自己的土地 你就自己盖 对 很随性 很随性 然后穿过这个小巷子 你就可以走到那个河边 哦 然后你走到那个河边 那个呃 就有树啊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以前那个河边的那个景象 当然今天是不可能呃 走船了 但是你还可以感受到说 哎 他为什么会发展起来 就是因为他那个老街是跟那个河平行的 跟河一定要从河的两岸慢慢慢慢发展 对 没错 所以的商贸都是因为这样而来 对 所以你也可以再沿着河边走 好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接下来我们可能待会回来 我们聊聊 嗯 万华吧 好好好 待会回来 我们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节目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贵宾来宾是 建筑老师王慧君 他出了一本新书 叫台北历史空间建筑里面呢 去从台北的四个区块 新庄 大台北地区了 新庄 蒙甲 西门町 还有大龙洞 也就圆山建台那一带啊 来整个去勾勒出这个台北城市发展的脉络 从空间跟建筑的角度 上个阶段我们就讲到了新庄 哦 原来新庄才是真正大台北地区最早 有钱的地方了 最发迹 复数发迹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聊聊 万华 蒙甲 衣服 二路 三蒙甲 结果 应该是先从新庄 然后再来到蒙甲了 对不对 对对 老师讲到蒙甲的发展 好 蒙甲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 就是像什么龙山寺啊 剥皮聊啊 好 那我今天讲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大家比较少听的 对 万华林仔 万华林仔 他现在是Starbucks的那个 哦 对对对 我知道 离我们中国时报很近 哦 对对对对 那个是个独立的这个咖啡馆 对对对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栋建筑的形状很奇怪 会吗 对 他斜斜的 他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 对 其实他们买下那个地的时候 他那个地本来是可以盖一个很方整的 可是他那个 当时那个日本人做那个都市规划 他就有一条斜斜的路从他前面经过 像大家现在我就看那条路觉得很自然 可是当时他只是一条计划道路 嗯 那他们为了要配合那条计划道路 那房子就必须要盖成 他是在蒙甲大道跟哪个西藏路的交口 还是那条叫什么 横的那条 是不是西原路还是什么 西原还西藏 哦 我知道 因为旁边就是 旁边就是凯达饭店了 对对对 万华凯达 对主要就是因为 其实西原路现在很复杂 还有两条 一条是原来的直的 然后一条是斜的 斜的 那两个地址其实都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会糊涂 会糊涂 但他就是因为那个关系 所以他就盖斜斜的 那个林家原来做什么的 他们原来是卖蔬菜 他们家 卖蔬菜啊 对对对 可是他们的蔬菜经营很厉害 他不是就是在那个市场上卖 他们很聪明 他想到说 我从日本进口高价的蔬菜 然后我再把中南部的便宜的蔬菜 送到台北来 他两个都做 就进出口都做 而且他更厉害的时候 他自己跑去 像什么重要的那些政府官 那种机关 去推销 去sales 对因为他们以前会做一些 那种员工的那个餐厅嘛 然后他自己去 然后他有一些是直接卖 然后他也做大卖 也做小卖 在市场里面 也做批发 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很短的时间 就累积了一些财富 而且他们四个兄弟 老大呢 他原来因为家里很苦嘛 他们比较晚到台湾 所以他们很辛苦 所以老大他就去打零工啊 那后来就学会了这个土水 泥水 就是可以自己会盖房子 所以他这个房子呢 就是由这个老大大哥 自己盖的 当然他也是找人 找人自己画图 对自己设计 自己做 所以他用的材料 都是真材实料 所以他都是用 他这个算什么风格呢 运你建筑的角度 对他这个就很有趣 因为他们一方面 他们自己也都走 这些日本的这些官厅嘛 所以他也会学日本的风格 那一方面呢 因为他们还是 这个台湾人嘛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传统的信仰 所以他们在四层楼的 四楼的地方 就盖一个这个 他们自己的主厅 就是他们的这个 宗旨 他也不到宗旨的地步啦 就是我们台湾话 就叫公妈天啊 就是说可以放纸仙牌位的地方 然后那个呢 他就是用比较偏台湾的风格 那下面他就 放在顶层 顶层 而且他是一个正的 他是一个正的 长方形的建筑 那我们现在可以上去吗 要先跟他们讲 这个因为 因为在下面喝咖啡 我有了 没问题 一楼二楼有了 对对 然后如果想要参观的话 就要跟他们联络 对因为他们现在 他捐出来了是那个地方 他也没有捐出 还是由林家他们自己 自己拥有 对对对 他们其实也是好不容易 有这个契机 那本来因为子孙多了嘛 大家就分散各地 因为这个关系 然后他们那个宗旨 大家又聚集在一起 一起讨论 我们应该怎么办 所以也是 这个过程 真的很令人感动啊 就一个大家族 可以因为这栋房子 然后大家又聚集在一起 不容易 很多人是说 大家分一分吧 拆了吧 对对对对 然后那土地值多少钱 分一分吧 对然后他们还 就是自己做这种导览 是有吗 有有 但是你要先联络 有有 你要先联络 哦 因为我 我去啊 我也去喝咖啡啊 可是你要先 先联络 先联络 他们来说明 对 然后他好像有固定的时间 但是因为他是私人在做啦 所以 可是他下面就星巴克啊 对 那如果你先联络 他可以带你去上面参观 哦 对 很有意思 对 这个是万华 还有呢 对 蒙角 还有呢 这个 我这里头有个故事 我一定要讲 一定讲 对 因为他上面有一根梁 好 从后面看有根梁 是这样凭空跑过 因为他是一个凹字形 就算我们叫一个 摸字形也好 或者是U字形也好 那他在结构上 一个梁穿出来 有一根梁 好去连接两边 哦 那你那个梁上面 大家就跟上面 好像有东西 好 那时候我们在下面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学生就在那边 散来散去 然后在散什么 然后后来到上面 他们才晓得 哦原来那鸽子是 是固定的 他不是真的鸽子 哦 他再从下面 往上看 他觉得上面有鸽子 好像也是鸽子在没有 所以他在那边散 就想说 哎不要他那个鸽子 空头 对对对 哦 对 然后后来才发现 原来那个鸽子 它是一个 那个泥塑 泥塑 对对 那他做得很活 所以你就以为 它是真的鸽子 所以那个是古时候做的 那是他们那个时候做 然后你到他们的那个 这个古马天啊 他们有很多装饰 也做了鸽子 哎为什么呢 对 那因为我们很少 我们传统的房子 很少有鸽子嘛 对对 他一定有寓意 对 后来听他们那个媳妇讲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因为他当时其实爸爸比较早过世 所以四个儿子 妈妈带了四个儿子 这样子打拼 那然后那个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妈妈就说 希望小孩子将来要像鸽子一样 不管你以后成功也好 或者你失败也好 但你要像鸽子一样 记得回家的路 对 好感人 好感人 就妈妈有交代 对对 然后希望希望大家都记住 都要回家要团结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 在我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 这个是私人的故事 对 对不对 他并没有扩及到整个这个民间的信仰 就这个家庭 对这个家庭 而且你看妈妈的心 就是看到这个小孩 今天成功了 可以盖这样一栋房子 对 但是因为将来的发展还是不小的嘛 因为你后来的子孙 你可能还是会有出外 当然啊 吃饭夜冒 人越来越多了 然后各自做什么都不一定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 我在做这栋的时候 我觉得最感人的地方 好 Manga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建筑 剥皮寮大概是大家现在 比较很熟的地方 那当然大家会想说 他为什么要叫剥皮寮 对不对 对你说 那因为其实他本来不叫剥皮寮 他原来最早我们有看有些地方 写他叫剥皮寮 剥皮寮 剥皮寮 剥剂的剥 好听多了 对对对 那怎么搞的 可是因为日本人来的时候呢 那个火 就是 火 对台语的火 跟他们讲北 那个日本的那个北 我不知道 也叫 他比方他们北方叫火宝嘛 就是 所以他们就把它写成北了 所以他们就写北皮寮 那北皮寮你用台语念的话 北 那所以有人就把它写成剥皮 转了三层的 转了好几层 对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写 还是有原因 为什么要写成剥字呢 他就扒皮 对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 那个蒙甲也是一个港口嘛 对 然后我们不是到米运到对岸去嘛 对 然后那个对岸这个福山 那个木材 因为回来的时候 你不能让那个船空的 你要压舱嘛 当然就运一些石材 因为像我们他们那边有比较好的石材 或者是那个福山 木头 对 因为大家现在说台湾快木很好很好 可是因为当时在山上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取得的 所以在清代的主要的那个木材 是从对岸运来的福山 那所以他们就运那个福山 对 那福山运过来以后呢 他就在那边就先把那个皮啊什么都处理好 然后再运到各地当建材 先把那个树的外皮 对 对 先处理掉 对对对 然后变成了木材的材 对 然后再输送到全台各地 对对对 所以八皮剥皮是这样来 对是这样来的 剥树皮 对是树皮 所以他原来才会叫做福皮 就是因为是福山 对 那芒果万华还有什么好玩的 其实那个芒果 街屋 对 他其实有一些街屋都还留下来 那当然他不是最早最早的 因为日本人后来来了以后 他就觉得你一个地方密度太高了 那个在那个安全上 都市的安全上会有问题 远口密度太高 对他就把那个道路 就是规定要拓宽 那拓宽以后你那个立面 当然就要改嘛 那所以其实他留下很多红砖的这个立面 好 所以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去 你会发现 现在聚集在哪一个街 他现在没有聚集 没有了 因为大家有 因为他是个人所有 都改建 有一些人就改建 但是你还是会发现一些呃原有的好 所以大家其实在书里头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呃原有的那个红砖的那个建筑 对 还有你书里面提到老宋国小 我觉得对对对那时候是全台北市最大的对对对对 人数之多啊对对对对 那这个有没有故事啊对因为你看哈为什么这个呃在那么早他是历史最悠久啊他也不能算最悠久啊出了很多名人对出了很多名人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蒙甲人他是继装新装之后有钱人最多的地方但后来变成大道成了 但是呃人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好了以后就希望他的子弟可以念书 这样讲是对不对啊就是很久以前的复兴小学了 哈没有啦 可以这样说因为呢其实哈虽然他算是这个叫工学校哈是台湾人念的学校 可是呢其实这个当地的人是要出很多力 其实我们有很多小学都是当地的人捐钱捐地对当政府也出一点钱 可是他不是完全靠政府所以他会看你这个地方的人比较积极 所以我要建学校我要建学校 对那那你们就去找地好然后那个政府也出一点钱 所以像那个像蒙甲他就是盖了这个以后又不够了 那赶快还要再盖一个这个龙山国小哈就是代表说我这个地方那么多人想要念书 需要所以台湾人其实是很重视教育的 刚刚开始大家还在观望说这个日本不知道怎么样 可是后来发觉说大概接受限时了以后就赶快要开始送这个小学 就落地生根了安生立命了 对然后就觉得读书最重要 老师为什么叫老松啊 那是因为那个日本那个时候把每个丁取个名字 所以他就取了这个个名字 我以为是因为里面有什么真正来个千年老松树 那倒不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会把很多日本他们熟悉的名字 用在这个这个台湾的那个新的丁 土地上面 对对对那他那边因为历史很久 所以他那个校色也经过比较多的变化 比方刚开始是木造的啊 然后可能还经历过火灾啊 然后还有一些改建啊 然后你就看到他 因为他历史最久 所以就可以看到他从木造变成砖造 然后后来还有那个钢筋混凝土造 所以现在留下来的这个部分 就是最后盖的钢筋混凝土造 以前老中国小周边有好多的矮房子 对对对 然后有还有那种叉啦棋有没有 哦有有有有有有有 为什么会从那里发展啊 因为人最多啊 因为其实以前大家来这边讨生活啊 你在这边你就可能有生活的聚集 对其实像波匹劳其实跟那个 他留下来跟老松国小也是有关系 他其实本来是画在那个学校用地里头 就是如果他再扩大的话 所以他很早就征收了 但是呢后来因为没需求了 因为人口的分布的改变嘛 嗯 所以老松国小并没有再继续再增加 他够大了 而且他是 以学校来讲 那小学来讲 他他在那里学生就多啊 他人后来开始变少了 哦 那所以呢那个他们呃就变成是 分散 就一直没有再去真实际的使用 那原来这些人因为被征收了嘛 所以我当然不会做改建了 嗯 所以他就一直保存那个原来的面貌 哦 然后就一直留下来 嗯 那所以后来呢就觉得说 这么难得 你看那条老街还是 里面还是清淡的面貌 他很特别的是 用日本人做的都市规划 嗯 那他别人是外面的部分 像我们今天看到广州街的那些部分 嗯 是日本人后来做都市规划嘛 那所以呢他就变成日式的这个 里面 嗯 嗯嗯嗯 但是里面呢 他没有改变就是清淡的街道 那你得走进去 对 穿街走向去看那些没有改建的老房子的样貌 对 他当然后来那个外立面还是有改 哦 但是呢他那个街道的形式呢 就是以前的那个清淡的那种街道的尺度啊 哦 还有那个 这要你们专业老师来代材 我们才知道你所谓的尺度是什么 就他不规则 他不是一个笔直的路 哦 好我们再进一段稿 再回来我们聊聊西门丁吧 嗯 来时间永远都不够啊 我们今天跟这个王慧君老师啊 出了一本新书的台北历史空间建筑的这个作者 王慧君老师 他是建筑老师 建筑教授啊 聊从建筑空间呢 来谈台北的发展 我们前面陆陆续续的从新庄到蒙甲万华一路聊 我们先聊一聊西门丁吧老师 嗯 好啊西门丁就像刚刚讲他原来是一个洼地 嗯 所以在清代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没有人 甚至里头还有一些坟墓啊什么的 真的真的 好 所以他后来是因为日本人来了 嗯 然后他们的那个官厅就是当然就是在城里头嘛 嗯 那这些商人因为很多商人跟着来啊 嗯 那他们要住哪里呢 他们就沿着那个沉的西边 沉西 沉的那个西边啊 开始因为以前 啊西门 对 然后沿着旁边开始新建一些房子啊店铺啊 嗯 那当然就是人就越来越多嘛 那这个 这个因为他有一条通往那个蒙甲的这个路 嗯 然后这个人越来越多之后 嗯 这个不就不够用 嗯 那就有人跟政府建议说 那我们来把这个这个地挖地给他填起来 哦 那然后呢 那知道哪里去找土啊 有有他们这里头就有像那个我们今天那个巴德路那边 然后还有像那个呃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 松山 嗯 嗯 还不到松山嗯 中伦那一带 中伦那一带 对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呃西元那个叫什么 那个 西元 呃就是可能青年公园那一带 哦 哦 对就从那个地方取土 嗯 过来 嗯 然后呢 填 填对哦 然后他们在填的同时就先做了一个规划 嗯 然后将来的那个街阔大概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做一个很好的 就填起来了 填起来 他本来还有一个港口 还是淡水河嘛 对对对对 他就有一个凹进来 嗯 他本来想要把那个水有一个凹进来 嗯 但是后来就根本不够用 没有没有实现 嗯 对 因为大家都想要去买那边的地 嗯 因为那里开始有一些新的地嘛 嗯 发展 嗯 对对对 那所以呃后来就一步一步甚至有些学校 嗯 也是在那个地方 嗯 也是用那个地方的地 嗯 那所以呃 这个那个地方就今天就变成我们最热闹的地方 嗯 那其实呢 他刚开始当然是先从边边开始了 嗯 就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红楼 嗯 从那里的地方开始啊 对对对 那个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高的地方 嗯 好现在那个地方盖市场 那他也是中心啊 西门町的淡黄区嘛 对对对 现在那边盖市场 然后他他南边呢 就是有今天我们讲那个西本院士广场 嗯 现在在中华路旁边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中楼 就是那个独立外外面一些草皮嘛 对对对对对对 就以前汉口街长沙街的附近 对以前那个刚刚开始他呃 这个大殿还在的时候啊 嗯 他们那个地方的人都叫他大庙 因为他特别高大 哦 后来是火灾的时候 烧掉了 64年的时候火灾的时候烧掉 嗯 但后来他说他觉得 哦原来他那个中楼 那个什么都还在 以前中华商场还在的时候 那个周边啊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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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像那边也是 因为以前那个地方嗯 就是很多移民来 就住到那个里头去了嘛 嗯 都那矮房子 对可是他呢 后来不是要把它拆掉 嗯 要坐公园的时候 嗯 很有趣的是 大家很多人就回来 哦 为什么回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 趕快再买那个店里面的东西 哦 吃不到 对对对对 然后像有一些店现在也还在 嗯 像我知道开开看就还在 开开看啊好吃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本来它是一个佛寺 日本人盖的佛寺 是日本人盖的佛寺 对它是日本人盖的佛寺 那后来那个战后 因为政府就觉得说 你这些佛寺可能都有问题 可能是这个间谍 他觉得你可能是帮助日本政府的 所以就由军方接收 那军方接收以后很多军卷 那个地方也算离博爱特区很近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它很近里面就是因为 我们今天说那个西门都还是 后来才盖的话 那刚开始 它的可以选的地点大概就是那些 就那几块 对那因为这个西本院寺 它是那个日本的那个佛教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很早就来 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买地 所以他们才买到那里 对所以你像东本院寺 它就比较 东本院寺在哪里 在今天那个施子林那个电影院那边 就以前叫施子林 现在也是也是一些电影去那个地方 我常接 对那他们就比较晚 所以他们后来就选在那个新的这个填海填土地的地方 对 这个是西门丁的发展 对对 我们留点时间 来那个圆山 对 圆山 大家可能不晓得 我们今天我们常讲新公园新公园 228公园 对 像我小时候都叫新公园 对 可是我其实我小时候就有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 他一眼都不新啊 为什么叫新公园 对不对 在当年新吧 没有啊 可是怎么会当年新呢 他他等于是日本时代很早就创了一个公园 那他如果还不新的话 而不是他如果新的话 那其他公园都更新啊 你说吧 那为什么 那所以原来先有圆山公园 先有圆 对 因为日本人来第二年 他在圆山公园之后 对 因为日本人来第二年 就是1896年 一腾博文来台湾的时候 那就是他们当地人有说 这谁发起也不晓得 就说这个地方风景这么漂亮 应该要做公园 在圆山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人水土不服啊 所以就生病就死了 所以他们本来是把那个地方 是做了很多坟墓 把很多人都买在那个地方 圆山下 对 圆山三角下 就是圆山那边 他包括什么陆军的墓啊 还有这个明镇 还有这个海军 本来都在那个地方 那他们就觉得这个很可惜 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要做公园 然后再把一些墓都牵走了 那所以 就等于是 那是旧公园 第二年就开始旧公园 然后一腾博文 马上就捐钱 马上拿出钱来 然后他们就开始 收购土地啊 就来整理 所以那就是台湾第一个公园 台北 对台北第一个 但是台湾也是 应该也是第一个 真的啊 就是圆山公园 对啊 那现在我们去看 圆山公园是在哪里 就圆山饭店下面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在以前花博的 哦 的最那边 就海霸王的旁边那块 没有 更旁边 也不是啊 现在灵机户国产 是在圆山站旁边 哦 在那个圆山 绝印站的旁边 它 圆山绝印站这边是 灵机户国产 另外一边 它就是 圆山公园 哦 动物园 我这样讲 以前的动物园 就还没有签的时候 动物园跟儿童乐园 就是属于 圆山公园的范围 现在还有个电台在那儿 对对对 对不对 就那儿 就是那一块才是 最早的圆山公园 哦 所以那个地方 你看最早的动物园 后来就觉得 这公园里头 又加入了动物园 哦 然后后来又觉得 儿童乐园 对到昭和年代的时候 又觉得 你需要一个这个 儿童乐园 就也放到那边 所以非常有趣 好 听众朋友 其实这故事很多了 在老师这本书里面 台北历史空间建筑里面 集合了新庄 蒙甲 西门 大龙洞 圆山 建坛 这些地方的这个故事 那如果想要了解台北的 前世今生 这是一本值得参考的书 而且你如果要喜欢 走路逛台北的话 我觉得 找这本书看一看 然后去对照书里面讲的故事 去印证 古今 穿街走向的印证古迹 其实是蛮有趣的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谢谢老师到我们现场来 跟我们来分享 你对台北前世今生的了解 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